第三節 我們講了這個天文 接著我們講地理 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或者高原的地方 或者一個人煙刊置的地方 我們有沒有可能發現這個DNA的呢? 這個就一直都不知道 因為有視乎幾個因素的 你原本可能那個現在沒有人煙的地方 以前會不會很繁華呢? 不一定是有人那種繁華 可能會不會以前是一個很茂盛的森林呢? 地球上有很多這樣的生鏡 它的DNA有沒有能力去保存那麼久 那麼久呢? 那是一個疑問來的 很多時候DNA 我們現在就說 你過了500年 基本上就已經爛了一半 那我不可以就說它再擺一個更加長的時間 就很視乎當地那個氣候是怎麼樣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呢? 這個就很視乎我們對那個地方的原生態的認識是怎麼樣的 是 大家看到了 在這個喜馬拉雅山這個這麼人煙刊置的地方 都有一個所謂的eDNA 環境的DNA 去發現它古代那時候的一些生物 那我們首先要隔壁什麼叫做eDNA呢? e這個字就是environmental的 我想它的意思就是環境的DNA environmental DNA 其實你說去拿些DNA去化驗研究這件事 當然大家聽起來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 隨著我們這十幾二十年間 對於那種研究環境 就是研究那個樣本裡面 怎樣排除環境因素干擾 知道裡面的訊號 比如你想一下就是我們去做一些 尼安德塔人那些基因重組的過程 要排除很多在環境上面的那些污染源 去去確認我們想要的那種尼安德塔人DNA 在這個過程研究裡面 我們除了研究尼安德塔人去重組他的基因資訊之外 其實我們都對於整個環境的DNA的研究 那個能力是掌握多了很多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說 以前這些東西是對於這個 叫做分子生物學家專門掌握的技術 因為這個技術要做得很乾淨是很難的 還有就是說這個技術本身也很貴 率先的資源就留在那個分子生物技術學 以及在生化系統那裡做研究 但是其實說現在去研究一個環境 用DNA樣本就是好說不好聽 小弟的教學工作裡面 接下來那些大學生一、二年級 安排一個Lap給他們去玩 這個成本的成本不是很貴的 其實是那些他們叫做那種chips 就是那些拿來去 你預備好的樣本 拿來試劑和滴進去 然後放進分析的東西 那套技術 原來已經不只是研究用途 可以拿來做教學活動給學生玩的 所以就是說已經是貴力有限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很多其它跨科的人 當你想到一樣東西裡面有DNA 你想去分析來想獲取那個資訊 其實你想到這個計劃 你要去實行 就因為它便宜 而且也比較容易做得精準 以前不可能現在變得可能 其實這一節我們講的這種研究 其實最重要就不是說 這個研究暫時有很大很大的發現 但是它做了這件事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開創了未來的地球科學 尤其是對於生態學研究的人 他們都可以開始玩很多的DNA 來去幫他們研究一下 這個地球上面的生物多樣性 這樣 是 始終要找地方去做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要找這個20公升的水 為什麼跟水有關呢? 這個很有趣的 我覺得他們今次這個科學新聞裏面 他們那個報導 是多找適合一個地方來做這件事 來告訴大家 我們對於生態學家 你想想生態學家 比較傳統的那些 就好像你說現代移民時代 那些動物學家 植物學家 於是你就到處找什麼生物種 然後做標本 基本上就是責任活動來的 但是呢 在說現代這些生態學的人 你已經看到 就不是說只是在那個 有生命的物種那裡了 已經是在說去分子層面 和環境之間的互動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去看 就是DNA的研究 我們隨手去找個地方 去找DNA 其實我們有提過的 未來的考古學研究 會非常多看這些 這些叫做EDNA的東西 譬如我在一個考古現場 我找到一些古代人類活動的遺跡 我們看到它用 可能燒剩那堆火 吃過那些貝殼 撈出來擺一堆 甚至乎有個霧狀 鞋骨 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在那裡周圍的泥土 我們就基本上挖出來 就扔在一邊就算了 其實現在那些東西 都當作是補的了 因為在裡面 我們就會找一下 埋藏在那個地層裡面的細菌 或者DNA 尤其是DNA 就可以藏著說 有沒有些茶餘資訊在這裡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牽涉到生命的東西 就是那些硬組織 比較容易留下來 如果是骨、殼 這裡留下來 甚至化石 你留下來 軟組織留不下 那些軟組織 很多時候就化了 化到它剩下一些DNA的碎片 連DNA也不完整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有多少能力去重組 我們去找回 我們連DNA 那些碎片是去到分子層面的DNA碎片 其實那裡藏了一些關於原本的軟組織 它的資訊在裡面 這裏就講遠了 其實就是去找這些環境的DNA 就往往令我們知道那個環境的資訊 那好了 這次這個研究 就是講回正題 就是說 它們就很有趣的 就是 就好像你所說 就是我們去一個人煙 就是廟墓人煙的地方 去找一下 找不找到一些環境的DNA 我們怎麼不發現找到的 它們就不是 首先 你要想一下地球上面沒有什麼人煙的地方 你不要計算海 是計算陸地 達得實的地 沒有人煙的地方 要不就是南北極的極地 要不就是你去到沙漠的地帶 然後就好像這些 另外一個極就好像這些 高山的山峰 而有趣就是這個高山的山峰 我們很清楚它們以前也不是高山的山峰 以前是 它是由地殼板塊推到這麼高的 它以前不是想的 然後就是 最好就是找一些冰雪的地方 因為我們掘了一堆雪 融了一堆水裡面就有DNA 還有有一堆雪 我們就知道 特別有DNA 都是一個比較冷藏的環境 封存在這裡 就相信會保存得好一點 反而你在沙漠那裡 那些東西瓦解就瓦解了 就相信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它們選擇的地方就是 又沒有人 但是也都相信那個環境的DNA 是保存得好 我們就儘管在那裡去掘一些雪 將那些雪融出來的那些水 去找一下裡面有多少的DNA在那裡 而且我們相信那裡這堆水 就沒有什麼受到人類文明污染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原生態裡面 保存了什麼的DNA在那裡 那個地方其實應該什麼動物都沒有 因為其實你如果去走這些高山 高到某個地步 就是你說的那些菱羊 那些那些都不會爬到那麼高 不會在那個高度生存的 甚至乎在說植物都是這樣的 高到某一個高度 你連植物的植坯都找不到的 所以他們特地上去很高很高的地方 應該就沒有生命跡象的地方 去找看看有沒有DNA 現在竟然發現是有的 很豐富的環境DNA在那裡 那其實我會覺得這個信息 是說到給那些研究這些 這樣的生態學的人是非常之鼓募的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在這裡跟大家說 就是只要找到地方能夠適當保存DNA 就算那個地方從以前 現在已經是廟無人煙 只要保存得好 我們一樣可以憑著這個環境DNA 找回很多曾經存在過的一些生態資訊 我們現在可以把生態學的研究 完全抽離我們眼見到生存的生物 你找得對的環境 你就基本上可以在那裡 嘗試重組回生態 所以我會覺得是對於 我會說這種研究 其實可以說是對於生態學 這門的學問 打了一支很大的強心針在那裡 但是究竟以前那裡有過些什麼在那裡呢? 其實這裡就 他其中找到 講一下這個發現 他就說在整個那個 你如果說生物的多樣性 很多時候我們要用了達爾文的生命樹 去表達出來 譬如它是屬於哪一科 哪一綱 哪一木 我自己就完全不熟悉這些東西 但是竟然在那個環境的DNA裡面 就找到很多類的 他不是仔細地找到 很清楚地找到一些物種 但是因為它裡面牽涉到很多 是那些DNA碎片 他大約知道這些DNA碎片 那樣的生命樹 我會打這個比例 我去到一個可能是 一棟廢棄了的大樓 它前身我們竟然發現 裡面是找到幾段文字 這段文字應該是來自一本科學的書 這段文字是來自一本烹飪書的 這段文字是來自一個雜誌的 這段文字可能是來自一個文學的 我們竟然找到很多種類的這些文字的碎片 然後佔了我們已知的圖書館的分類裡面 的六份一那麼多 當然我們找不齊裡面全部有什麼 但是以去的分類已經 分佈廣泛的地步已經是我們很難去想像 你想想去一個已經是沒有生命跡象的地方 純粹得居壁 融了一堆雪裡面的DNA碎片 原來裡面是曾經殘留過 是涵蓋了六份之一 我們地球上面的生物多樣性 就是那一部的光譜 就是那一部的闊度 那我會覺得是 所以就告訴別人這個資訊其實很豐富 而且有一些就是說 可能有些的DNA碎片是完整一些的 它直接找到一個 是對應今天仍然是存在的物種 那樣就叫做一個西藏雪雞 那樣是什麼 就不是說是雪櫃裡面雪著一隻雞 不簡單 它那個品種叫做雪雞 Tibetan Snowcock 就是那種這樣的雪公雞 直接找到這一種就是 在地面上的物種 但是很有趣了 為什麼這個物種的DNA 可以上到這個 起馬拉雅山這麼高的呢 其實就有很多原因 你可以解釋 會不會純粹因為氣象現象 最能夠吹到上那麼高呢 就是你一樣可以問 那那裡為什麼有 為什麼有這麼豐富的DNA碎片 有幾個原因 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那裡 真的曾經存在過那些物種 另外就是說 現在我們拿的樹 可能只不過是免幾個而已 它純粹可能是那個 氣候將它帶上來 那你又可以問 會不會我們畫得越深下面的樹 就找到一些越有趣的資訊呢 可以是這樣的 總之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環境 DNA的資訊豐富度是無處不在的 你去到這個起馬拉雅山的頂 你都可以找到這麼多的資訊在這裡 那究竟未來這種研究 又可以怎樣幫助我們 對於整個古代生態的研究呢 那這個我就會說了 很期待著就說了 在未來 即是無論是考古 還是在這樣的生態學研究裡面 應該是將會出現更加多這些 對於叫做EDNA的研究 我未必真的研究過物種本身 我是簡直可能在這個環境裡 拿一堆泥 拿一堆樹 接著就 或者不知道怎樣 可能在一個樹皮裡 拿個樣本等等 那你就會 你原來就可以講到很多 就是我會覺得是一個 整個偵探的故事 就好像說 突然間多了一種新的工具 再告訴我新的線索 其實你只要看一看 就是一些的古代 唯有下來 我們怎樣推敲古人的生活呢 其實已經想到這件事情了 不過這個起碼阿山 它原始那裡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繁盛的一個生活圈 不代表一定有人 但是一定有很繁盛的生活圈 是的 因為你知道就是 它在說的就是 那個印度的板塊 砍了下去我們的歐漢的板塊 然後呢 就推高了整個山頂上來 而且還在不停地推著 不停地高著 所以這個起碼阿山風呢 就是其實繼續掌高著 那其實會不會 就是裡面藏著更加多 一些史前生物的東西呢 那其實不用上到很高的 你在那個 起碼阿山山腳的那些國家 你會發覺 比如我講的 印度 緬甸這些 你已經發覺到很多的礦物 還有如果你說生命的時候 化石 和那些撲鉑 是找到非常之吩咐的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說 你結合到 就是由山腳到山頂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 還在做DNA 就是我就會說 在未來去做這些生態學家 原來是比我想像中是有趣的 就是 因為小弟以前我會覺得 說到二十一世紀的作用 只是走去那個後山 去發現一下生物種 我就覺得 還在做這幾百年的事情 好像整個生態 研究一下這些生態 生物學的學問 好像變成了一些很搜尋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但是其實不是的 就是我們有能力 去用我們的新工具 去找到一些更加新的資訊 那我就會覺得 就是這些這樣的 新工具發現 是可以是令我們很期待得到 關於這些毒物學植物學的人 接下來 一樣是會有很好的發言 給大家看到 所以說 新工具帶來新知識 我們這次就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お願いします 1 1